乳酪 乳酪这个深受大众喜爱的食物 早已成为餐桌上的常客 不论是独自品味 它的农浴风味或是融入料理中 乳酪总是能为我们的味蕾 带来无尽的美妙与惊喜 而眼前这一道道精致的餐点 皆是由美国乳酪精心制作而成 由于不同的乳源 发酵与加工方式 全世界乳酪的种类高达上千种 每种的独特风味 源自于不同产地的文化 气候 畜牧方式和农作方法上的相依 正是这些差异 赋予了每一块乳酪其独特的灵魂 探秘人魅力 而美国乳酪孕育自欧洲的传统 发展至今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 生产超过600种的特色乳酪 美国生产的乳酪目前是全世界单一国家产量最高的国家 也是出口量最高的国家 未来在产量方面它会是全世界的领复养 在品质方面在国际的竞赛方面 美国其实都有非常好的优异的表现 也曾经在2019年得过世界第一 美国乳酪的产业说明即贸易洽谈会在台湾盛大展开 带领与会者深入洞察全球乳酪市场的未来趋势 以及美国乳酪产业的发展前进 同时每个业者与美国乳酪出口商进行一对一的商业洽谈 美国乳酪出口协会这次请来了五位重量级的出口商来到台湾 目的是为了要跟台湾的进口商们去做一个接触 让他们认识彼此 知道彼此的产品 进而去看看有没有贸易的机会 这次非常成功邀请了台湾 超过三十间的进口商来进行一对一的贸易洽谈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都有得到很好的资讯 也为以后美国乳酪能在台湾的发展增加了很多的机会 美国乳酪产业融合经典与创新的晦赐 既保持了传统的精髓又勇于突破创新的边界 从经典的传统乳酪到超过十年以上 并经过Cheese Master认证的工匠之作 美国乳酪的丰富多样 完美满足了各种不同需求的乳酪爱好者 这些乳酪更是品质与安全的承诺 让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无限的卓越与美好 经典的美国乳酪 包含说我们有Parmerson类型的Cheese Chelder类型的Cheese 我们有Guda类型的Cheese 美国也在上面去应用了更多创新的部分 包含说他们把墨西哥的辣椒加到Cheese上面 包含说他们把红酒去为Cheese做喜皮 让它有不同的风味 他们应用自己的创新技术在上面 美国乳酪种类的多样性 恰好迎合台湾人对各式美食的喜爱 不论是作为闲食还是甜点 都能将料理提升至独特的风味层次 美国Cheese的部分其实品相非常非常的多 很容易让从事餐饮的人 有很多的品相可以选择来发挥 利用在不同的菜系里面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社会 然后料理的部分也是很丰富 很多菜系其实都可以融入美国Cheese 像台菜的部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焗烤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Mazabella Cheese 我们原住民的话其实我们也用很多一些卤制品的东西 像蓝纹Cheese一样它味道可能比较重 可能跟我们原住民的烟肉搭起来的话 味道会是比较契合的 在市面上取得也相对的方便 然后供货也特别的稳定 烘焙使用的话 Cheese蛋糕跟Bustica蛋糕使用上是Green Cheese为大众 在提拉米苏的话就是Mazabella 这种是比较偏软的乳酪 台湾的消费者非常喜欢这些产品 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一般我们随时随地要喝到牛奶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如果说面包放在一个乳酪 它第一个营养价值又高 第二个又有增加它的口感跟香气 在众多的乳酪当中 我非常推荐一个Pepper Jam 吃起来是咸的 但是又有点辣辣的 其实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马告 对于咸点来讲我想非常适合 美国乳酪亮眼的表现已在全球脱颖而出 这份魅力将逐渐深耕于台湾 跃动于台湾的美食殿堂 为台湾的美食文化再增添一抹迷人的丰富色彩 开创出无限可能的新篇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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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mpl limits